被李佳琪敲黑板 奖面推荐的两大干油皮 青妈粉底 雅诗兰代净水 和雅诗兰代DW 雅诗兰代DW 不用多说油皮青妈 雅诗兰代净水 干皮就行干皮青妈 一个说自己是超持久 奶油肌粉底 一个说自己是 时装界的天花板 到底哪个 才是真正的青妈粉底 本视频全是 五美言五日前五打光 尽管原创期拍摄 它是很有皮的桃子 它是火干净的绳子 开策 他们都说自己 粉质细腻好推开 浸水好推开 DW不好推开 我的脸上有一些胎肌和痘印 现在我们来分别遮盖一下 对比一下遮瑕能力 浸水这边 胎肌还在 没有遮瑕力 DW这边 痘痘周边红印被遮盖住了 来看看装效 浸水是一种奶油肌装效 DW是一种雾面哑光装效 我们现在来戴上一个 全新的口罩 骑车二十分钟 来看看脱装情况 两边都完全没有蹭装 看看暗沉 DW暗沉 浸水浮暗沉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让我们来看一下六小时以后的装效 我们现在要去把新冠第三针加强针 现在疫情很严重 大家一定要去的戴好口罩 戴好口罩 现在是晚上的7点49分 我们已经戴装超过七个小时了 依旧是五美颜 无预定无打光 浸水这边呢 呈现的是一种奶油气的装效 而且它一点也不卡纹 也不出油 一到十分的话 可以给到八分 轻微瑕疵 干皮和苦干皮可以抽 DW这边呢 是一种雾面眼光的装效 鼻翼处会有些卡粉 上脸妆感也很厚重 相对于清水暗沉会比较严重 一到十分的话 只能给它打到三分 油皮这边的话 浸水刚上脸的装效 确实是很轻薄 但是它到了晚上 会比较容易出油 而且中水瑕疵的话 一点也不遮瑕 一到十分的话 只能给到一个三分 DW这边的话 上脸妆效也是很完整的 但是本质会比较的厚重 而且鼻翼处会比较卡纹 不太推荐 整体而言两款手机 也虽然最后是新妈本质 但是地点也不新妈 记得点赞 为李佳琪强烈爱丽的主本卸妆油 这个用来卸脸 卸全脸 巨豹肉 说它是国国最牛卸妆油 卸张力射的纸秋秀 扭完之后就像做了一次死吧 希望它 真有这么牛 本视频全成五美颜 无敌尽五大妆 凝果雷汉机拍摄 它是火干净的臣子 它是火油皮的桃子 开测 先来看看我们脸上 现在的水油情况 听说它自己清爽像水一样 确实 听说它浴水浸容 乳化速度极快 一秒如霸 确实快 现在我们来化个测试专用装 再装十五分钟 让装人更加补贴 现在我们来计时一分钟 看看它的浓装速度 浓装速度不太行 听说它塑洗卸镜 不需要二次清洗 卸张力不太行 看看保湿能力 保湿能力一般般 还有一些油膜感 总结 如本这款测装流呢 一到十分 我们可以打到五分 它的质地确实像水一样 流动性很强 乳化速度也很快 但是它的浓装能力很一般 而且测装力也不大可以 虽然洗完后脸上不再会紧张 但是会有一些油膜感 而且保湿能力很一般 所以呢 平时喜欢化大妆的宝子们 可以入手 喜欢化浓装的 还是别买了 被诚实案中嫂的 全网好评第一的 剪输写妆膏 就说是评价洗装方中的 添花板 洗装力非常强 希望真有这么牛 本视频全成 五美严五鱼 级五打光 苹果原料机拍摄 它是火干米子神字 它是火油皮肠糖子 开始了 听说它是土豆泥质地 非常软步 确实 听说它乳化速度 非常快 不行不行 现在我们来画一个测试 专用妆 待妆15分钟 让妆容更加牢固 现在是8点25分 让我们来等15分钟 使妆容更加牢固 现在是疯狂星期四 趁这个15分钟间隙 偷偷去买个肛肌 现在我们来浸试一分钟 看看它的容装速度 容装速度不大行 干皮也不行 听说它可以清洁毛孔污垢 卸妆力非常好 确实 听说洗完很清爽 一点也不会紧绷 不错 没有牵牛 这款卸妆缸呢 1到10分可以给它到8分 它的质地确实像土豆泥 非常的软弱 而且卸妆力也很OK 洗完脸之后呢 也不会有紧绷感 但是它的乳化速度 和容装速度不大OK 不过这些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的 赶紧 被200多人重挫 100多人想买的科研式白泥 据说是泥模子的老大哥 学会同力非常强 希望真有重提哦 本身边全身无美言无力 进入打官 通过原下的开设 它是火油水的桃子 它是火干的橙子 听说它是竹炭的味道 闻起来很清新 咦不好闻 听说它上脸辣辣的 有刺痛的感觉 干皮呢上脸凉凉的 然后眉心和鼻翼这边会有些刺痛 但是还可以接受 油皮呢上脸凉凉的 一点也不刺痛 很舒服 看看紧绷感 时间长了确实会紧绷 让我们等待15分钟 加强清洁效果 我们现在去公司乱晃 我们这副面孔去吓吓人 Merry Mas 听说用温水就可以轻松洗干净 牛皮觉得还挺好清洗的 干皮觉得也还不错 看看清洁能力 清洁能力确实很不错 总结 KM是这款凝膜清洁力确实很强 可以看一下脸部两边的对比 干皮使用后 鼻翼这边会有些轻微起皮 但是毛孔确实比之前干净许多 牛皮这边用完后 鼻子处会有些起皮 但是皮肤会比未使用的地方 更加细腻一点 用过的比没用过的脸部 看上去确实干净了许多 看它上脸后会有些轻微刺痛 脚质层薄的朋友们要谨慎使用 大家使用清洁面膜要注意使用的评测哦 完全不会起皮 看一下我现在皮肤的水油情况 牛啊牛啊 用过妆前乳的部分 妆感特别服贴 隐形了毛孔 而没用妆前乳的这边 粉质比较厚重 4K镜头下 用过妆前乳的部分 整体妆效比较完整 没用妆前乳的部分 鼻翼出的毛孔比较突出 比较有些许脱妆 牛皮桃子这边 用过妆前乳的这边 整体妆效特别服贴 毛孔都被隐形了 没有妆前乳的部分 这边粉质比较厚重 而且极卡文 总结彩糖这款妆前乳 1到10分 我可以打到8分 干皮油皮都很合适 上脸真的非常的水润 确实一抹爆水 点上极皮卡文 通通不会有 还会让底妆更加持久 干皮全脸用 油皮可以上在局部 有极皮的地方 秋冬底妆不服贴姐妹 真的可以搞一只